喜欢园艺生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蛋林甲对植物的影响 因此在购买肥料时要特别注意标示的数字 先了解家中植物需要补充哪一种肥料 购买时才能正确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肥料种类 一般外包装商的三组号码 第一组数字代表蛋 第二组代表林 第三组代表甲 基本上我们肥料有16种 最重要的叫蛋林甲 这大家知道 还有碳氢氧 碳氢氧不是我们的事 碳氢跟氧 基本上它是从太阳跟水 水是H2O嘛 还有我们从空气里面 空气里面有氧也有氮嘛 他们这些光合作用是碳氢氧 蛋林甲是蛋是叶茴 种青菜是什么蛋为主 所以假若你们是用一般的茴料 他会告诉你第一个数字 假如30 后面数字是6 6或者55 对不对 就表示是什么 以蛋为主 这长叶子的 第二个的数字叫做零茴 零茴是开花结果 主要则以零茴为主 那甲肥是让它长茎跟长根 所以冬天你要保护这些植物的根 还有这些是甲要高一点 第三个数字 那你等到开花了 快要开花 或者再开花了 你要什么 第二个数字要高一点 每个人购买肥料的用途不同 了解了这三组数字的关系 未来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 买到正确功能的肥料 这里也提供一个口诀 蛋液 菱花 甲根筋 熟记这七字口诀 相信能让喜爱原意的朋友 更容易记住 这三种肥料元素 所发挥的功用 感谢观看